我六月的時候呢 到了日本的青木園宿海 宿海車站 欸 你有聽到嗎? 有 等一下看著這個燈回來就好 現在 我們不要往那個 這裡的深處啊 滿靜的 你看這邊 你看整塊都是什麼 路遠就這樣 就這樣 小胖 我還沒去嗎? 那個電話是不是可以報警 欸 講到這個字喔 好忙喔 好涼喔 我六月的時候呢 到了日本的青木園宿海 它也有一個別稱 就叫做自殺森林 森林呢是在日本的山梨縣 它是富士山在1200年前 因為火山噴發 而形成的廣闊原始森林 裡面有孕育了超過300種的動植物 可是同時呢 它也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背景 根據官方統計 每年至少會有 將近100位左右的日本人 進入青木園宿海裡面 medicine 上罐 而且這個數量是隨著每年逐年 podstaw生的 只要去年數量來到驚人的 月軍人數 20人 等於三天就有兩個日本人 進去這個樹林裡面 尋求生命的結束 也因為這樣的背景之下呢 讓山梨縣成為了日本 自殺率最高的縣市龍頭之首 甚至在那裡日本政府 還是特地設立了標語 勸擋那些有想要親身念頭的人呢 可以撥打這個電話尋求協助 而這邊之所以會成為 親身手冠的原因呢 有人說是因為這邊的磁場容易聚嬰 也有人說是這裡的三神在作祟 但是呢 真正原因其實到現在 大家都還是不得而知 日本政府也只能無奈的 每年派人過去 進行大規模的收屍 這個情況當然大家都不樂見 那我呢就到那邊 想要一看究竟 到底所謂的青木圓樹海 嗯嗯森林 想看看這片森林 會給我帶來什麼樣的體驗 這個樹啊什麼的都非常的巨大 給人一種非常安寧的感受 難怪會有很多的人會選擇 晚上的時候來這邊 我初估呢我們的計劃是這樣 6點到8點的時候呢 我要在這個自殺森林裡面 尋找一個適合紮營的角落 接著8點到13點的時候 打造我們今天要度過夜晚的房屋 13點到17點的時候 我們就要尋找可以吃的東西 16點到18點的時候 我們就要專目取貨 兩個小時內把火生起來 防止野獸的清洗 至於呢晚上就有5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是 在營地說一個鬼故事 第二個任務是 尋找晚上進來森林裡面的人 上前跟他搭話 問他是要進來做什麼 第三個任務是 走到森林的深處 測試看看 紫北征會不會失靈 第四個呢是 最近新聞常常報導嘛 自殺森林裡面會有 非常多的人呢 希望這些 親生者 不要有親生的念頭 所以就在樹上掛著飛機杯 第五個播放了一首 日本中正教的 一首宗教歌 據說會召喚 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覺得我們 第一個一定是要找一個 平坦的地方 不要太空曠 因為太空曠 我怕我們會太明顯 等下被野獸獵殺 前面有一個房子耶 明澤 冰雪 這裡是接到那個 鎮林 我們是走幹道嘛 紮營是我們剛剛找了很多森林裡面的路 可是 我們現在走主幹道回來 所以會接到這個北的路 我們看一下它是什麼 好冷 有一個神社 看一下這是什麼 看有沒有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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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穴 其實沒什麼 很低 它適合在這裡 在這裡 你有戴外套嗎 有喔 可是我好像沒有耶 這樣是不是會冷死 我覺得我們 第一個一定是要找一個 平坦的地方嘛 這裡有一個標誌 它上面寫說 改進的結果 借金的解決 必須有必須的解決 我們也幫助 找了大約半小時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木頭 我認為呢 可以把這個木頭 當作我們的屋頂 在這個 木頭的 這裡可以 叠樹枝這樣 叠下來 變成這種 三角形的帳篷 第一個營地的名字 就叫做 月牙鞠 哇 這個路不好走 有青苔 我覺得這個地方 感覺蠻適合 讓我們的第二個景 旁邊有 聳立的石頭 剛好呢 可以躺在上面 圍成一個人 用作遮風避雨的地方 鋪我們的這個 床墊跟睡袋 適合它的缺點 就是周遭的樹葉比較多 可能會比較有 蚊蟲的干擾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叫它 清玉聖索 就是我們的 第二個營地 有蜘蛛網 小心喔 OK 我的店旁邊 剛剛有隻蜘蛛 還沒有來之前 會看他們的牌子 所以說那種 立入禁止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看有穿著什麼嗎 讓大家自己去判斷 看這過去嗎 這樣就可以 這個犯好了 這個感覺不太適合喔 我一直不停的在下線 這 這 這 一 一 一 哇 幹 你的鞋子 老哥 這好像可以喔 單腳型這一塊 剛剛好 很符合 鋪睡袋 說到有很多樹 好像在保護我們這種感覺 可是這裡的營地點 我覺得可能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剛剛 路 距離我們那個 不知道會不會睡 所以被踩過去 有路欸 哇塞 你有拍到嗎 我不知道我有拍到 但你聲音應該有 扯欸 這個營地點我們就叫它 長老的安息處 我們探索完我們的三個點了 我們用民主的方式要 321一起講 如果同票的話 就剪刀手部 3 2 1 1號月牙灣 我跟小胖現在要回去月牙局 可是因為 月牙局離這邊 差不多有4公里 不然我們就趕快去那邊吧 Let's go 我們計畫原本是1點 就要開始找食物 可是現在有點偏晚了 因為我們為了找再一點 又走很遠 浪費了不少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先來 找食物吧 你真的特別想要吃什麼 這裡沒東西可以吃嗎 剛剛那邊好像有兩次路 抓一下 不要殺生 還是我們吃草 我們車吃雞頭 你不能帶雞腿 這是野外求生 成功了 有火了 可以帶回去吃 欸 你在幹嘛 對啊 蛤 找到一個屌東西 香菇 感覺很好吃耶 哇 這 白癡喔 不能吃了 我全部把它靠你教 欸厲害喔 香菇回春樹 這樣能吃嗎 好痠喔 好痠喔 那截至目前為止呢 在這個森林裡面 整趟旅程 帶給我的感覺 從一開始 舒服 很清幽 但我覺得越來越晚 越來越緊 我剛剛在睡覺的時候 你說你有聽到 我們身後方 不知道是 動物還是怎麼樣 你剛剛有模仿 你還記得什麼 我希望 這個火 是我們唯一的依靠 沒有這個火 沒有燈的話 其實 這裡是 真是五間屋子的 沒錯 你看 現在往後看 我們原本看得到前面的樹 一片黑 但是現在是對 整個就是一片黑了 什麼都看不到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總共有五個任務 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呢 是要挑戰在營地裡面 說一隻鬼故事 第二個 我們有看到 陸林者要上進雲 跟他大話 問他為什麼要進來 第三個呢 是我們要拿著植北針 測試看看 在枝他森林裡面的這個 植北針 到底不會失靈 第四個是 枝他森林的樹上 看到底有沒有尋找到 飛機杯 因為他們就會 勸那些要親身的人 他們說世界其實還是很美好的 就會掛這個 勉勵他們 最後一個就是 播放日本東正教 他們的宗教的歌曲 我現在呢 就要來挑戰我們第一個挑戰 在青木園樹海 講一個關於樹海的鬼故事 這個故事的名字呢 叫做 樹海車站 是一般成績的火車站 在這個火車站出口排隊的計程車 除了我之外 大概還有七八台 但每一個人呢 都坐在車裡 面無表情的看著報紙 或是坐著自己的事情 在這邊呢 不會看到有司機 互相的聊天 或者是搶客人 而在這個樹海附近的車站排班 本身就不是一件讓人非常安心的事情 甚至說 從這些乘客的手中拿到的錢 還會讓人心裡不安 不過 還是聚集了 約末十幾台的排班計程車 過來這裡排班 而我呢 就是其中一個 這個火車站很小 小到你在地鐵鐵路的路線圖 甚至找不到它的名字 方圓一公里裡面 也沒有任何的人煙 但或許 這就是這個火車站設立的原因吧 因為這個地鐵遠離了人群 遠離了都市 更接近了死亡 欸 講到這個字喔 好毛喔 好涼喔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氛圍下 所以在這邊排班的計程車呢 自然也就定了一些規則 司機不能隨便亂喊價 價錢是要以乘客說了算 第二條 司機們之間禁止搶客 來的就是要乖乖排隊 第三條 司機呢 不要隨便的跟乘客講話 除非有必要 第四條 乘客下車之後 絕對不能跟乘客說再見 而雖然 司機之間互相也都不太認識 但是呢 每個司機似乎也都知道這些 不成文的規定 而我呢 剛來到這裡的時候 除了跟一個前輩有問過一些 相關的規則之外 也沒有跟其他人說過話 剛剛忘記補充一個 不成文的最後一條規則 乘客上車之後 不能隨便的改變目的地 因為呢 他們的目的地 只會有一個 傳聞呢 每年都可以在樹海找到 50巨以上的青森實體 而且數字還不斷的隨著 每年逐逐年的攀升 或一些沒有被找到 或者是被野獸啃食的屍體 所以大多數的人應該都猜到了 這些司機呢 正是為了這些青森者在排班啊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青森者 載到樹海的各個角落 車資呢 就由他們自己說了算 他們給多少 我們就拿多少 而這些已經不把生命 放在眼裡的自殺者 好像都有某一種默契 他們通常都會把自己身上 所有的錢給司機 當作這最後一層的車子 雖然有時候 也有例外就是了 所以在這個火車站排班 只要克服了心裡的罪惡感 所賺到的錢呢 其實比在都市裡面還要來得更多 此時遠處發出火車的聲音 下一班車快要來了 我的前面呢 還有三台排班的計程車 我想應該輪不到我 而火車站到站之後 欸 你有聽聽嗎 有 很大聲欸 所以遠方那裡對不對 前面 你覺得 你覺得我們要過去看嗎 跟我去不要 剛剛就在那邊 有一個影子 這樣 走走走走 我們先把該座坐 先不要亂跑 有兩個穿著休閒裝的男子 然後一個老先生 三個人呢 好像早就商量好一樣 各自上了一台計程車 車子們呢就開走了 我則補到了最前面 其實呢我曾經跟乘客說過話 不過都是那些人主動開口的 第一次跟乘客交談 是一個國中學生 他還穿著學校的制服 背著學校的書包 就這樣子 他以輕車者的身份 上了我的車子 欸叔叔 當他聲音突然響起的時候 我握著方向盤的手 忍不住 顫抖了一下 我用眼角的余光 從後照鏡瞄了他一眼 大家都是用什麼方式輕聲的呀 我的嘴唇抽絮著 抽筋般地吐出了幾句話 欸欸欸 通常 是上吊的比較多 但是 帶安眠藥的也不少 啊可是 我什麼都沒有帶耶 這個國中男生 當時燒著頭皮 煩惱地說 剛剛我坐上電車上學的時候 就想要自殺 所以我就換了一班火車過來了 可是什麼都沒有準備 怎麼辦 那些上吊的人 應該都還在樹海裡吧 那個弟弟呢 跟一個衣袖和尚一樣 用手在頭腦上轉了轉之後 就說 那不然 我就把那些屍體弄下來 再用他們的繩子上吊吧 好 就這麼辦 但我當時聽他說完 我很想要問他 因應的力量 你搬得動那些 往生者嗎 但是最後 我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 因為如果 怕我問出來的話 那個小男生可能又會說 啊對了 那叔叔 不然你幫我好了 幫我把屍體搬下來 我會自己去上吊的 怎麼了 Kicky 你覺得很毛喔 很毛 我都Hold不住 那你不要過來坐我旁邊 最毛的是 我們就在這個地點 我可沒有辦法想像那種畫面 因為這樣子的話 好不就成了 某人 過世之後的幫兇嗎 不過雖然現在的我 也是某層面上來說的幫兇就是了 而還有另外一次 我與乘客交談 是一名女孩子 她年齡大概二十多歲 她上我的車以後呢 就一直不斷的在哭 左手還拿著一個男生的照片 右手 則拿著美工刀 不斷的刺著那張照片 那一次呢 算是我最害怕的一次 因為我不知道 這女孩子的美工刀 會不會突然就刺到我的身上 欸 司機大哥 我正擔心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 邊哭邊呼喚了我 啊 是 有什麼事嗎 你們男人都該死 該死對不對 對 我幾經猶豫之後 選擇 支支吾吾的回答 呃 嗯 應該 是吧 那你等一下 陪我進去樹海 一起死好不好 嗯 聽到這 我不敢再回覆她的話 也還好她接下來 沒有再繼續跟我搭話 繼續一邊哭著 一邊刺著她手中的照片 我想像 那個女孩應該會在樹海中 割碗自殺 手中握著那張被刺了 的照片吧 而那個照片中的男主角 應該還在這個 世界上的某一處快樂的逍遙者 某方面的來說 其實這些往生者 也諷刺了這個社會 現實的一面 回到現在 下一班車到了 一個女孩子 走出了火車站 她什麼話也沒說的 就打開了我的門 上了我的車 我發動引擎 把車 開離了火車站 透過後照鏡呢 我不斷的看著這個女孩子的臉 她穿著高中制服 我想她應該是放學後 才坐著車過來的 我怎麼感覺 最近 學生的身分的 往生者增加了 正當我好奇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除非必要 不然不要跟乘客交談 不能開口 不管怎麼樣 我都不能先開口 而突然 這個女生 主動找我打話了 她一開口就問我說 賺這種錢 可以嗎 我的喉嚨卡了一下 一口氣感覺上不來 好不容易才 困難的回答 我當作我是在做好事 在你們最後一層 自己說出來之後 連我自己都聽不下去 像我這種賺死人錢的司機 竟然可以扯出這種天經地義的謊言 但是呢 面對這些乘客 我還是厚著臉皮繼續地說 不過有些人 還是比我更惡劣 他們會專門在樹海裡面徘徊 搜刮這些 親生者身上的財物 而女孩說 你不需要說這些話 來掩飾自己的罪惡感 她這句話 又像一根針一樣 一針見血 狠狠地插進我的心裡 她對我眨眨眼說 你不想試著阻止我嗎 我握著方向盤的手 又開始顫抖了 而且比上次更嚴重 我說 我不能阻止乘客這個是規定 試試看吧 說不定我會放棄 我 我 我不能破壞規定 我只負責開車而已 對不起 為什麼要說對不起 我 我不知道 不然你問問看 為什麼我要自殺 當大家說出這句話 我心裡想著 我不想問 因為 我知道答案 為什麼要自殺 當人生已經沒有希望 沒有辦法 沒有夢想 那個時候就是人 該要自殺的時候 而這個時候女孩 突然開口說 你停在這附近就好 我不想要太遠 我點點頭 把車子再往前 開了一小段距離之後 緩緩地停下 車子完全停好之後 我發現我的臉上 竟然都是眼淚 可是 我何時哭出來的 我竟然沒有發覺 而女孩打開車門 跨步嚇了我的車子 說了一句 謝謝 我不能夠回她 因為我們司機有規定 嚇著後不能說謝謝 而女孩還繼續著對我說話 我帶了安眠藥 分量夠多 而此時我不想聽 所以我假裝沒有聽到 但女孩的聲音 跟著我的哭泣聲音 一起進入我的心裡 彷彿聽到那個女孩說 可以一起來 我等你 而我抬頭 看了那個女孩一眼 她的眼神 讓我發覺 我自己做的事情 到底有多骯髒 或許這個女孩的出現 就是 讓我贖罪的機會 我告訴她 我先打一箱電話 我找出了妻子的手機號碼 發了一個簡訊 我想 或許我妻子看到簡訊之後 也會跟著我來到樹海 發完簡訊之後 我對著女孩玩耳一笑 我下了車 牽著女兒的手 兩個人 緩緩地走進樹海裡面 天堡 我們趕快 來進行下一個任務 想要做哪一個 你先自北征 先做自北征嗎 我覺得 好 那我們就依照小胖說的 實測這個自北征的都市傳說 好 OK 大家 我們現在呢 拿出了這個自北征 然後我準備了這個 自北征的APP 還有一個自北征這樣子 這個 在樹海深處 到底自北征會被失靈 我感覺 好像沒有什麼差 有差的話 也頂多是 偏一個 一度 我覺得我們可以 來一個 尋找飛機杯 對 因為搞不好 走一走 真的會發現樹里石處 沒有人 搞不好可以一起完成 大家 這是我們的影地 我們有這個燈 等一下看著這個燈回來就好 現在 我們就要往這個 樹林的深處 邁進 早早看這些樹上 有沒有吊著飛機杯 小胖我們等一下就隨時邊走 我們就手電筒 記得照一下那個樹 這樣 好 然後 做個記號 喔對 我們剛剛有收集了這個 一整袋的這個松果 我們就想說 我們就沿著這個松果的路走 我們才不會比路 那我們就 往前走吧 Let's go 剛剛我們還沒有 本來還沒有這種 毛桿 可是講完那個故事之後 你就覺得整個氛圍不一樣 是 我們現在真的一直往樹林越來越深處了 然後 你丟幾棵松果了 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越往越深處 遇到危險 或者是 我們有不小心看到某些不該看的 欸我剩三顆耶 松果剩三顆嗎 嗯 那 你剛剛有看到飛機杯了嗎 我一直在看都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往後看已經看不到我們的影地了 所以我們現在 回去我們只能 依照松果 嗯 我們就看這些地道 那你覺得 小胖如果我們在 用其他方式紀錄的話 我們找到飛機杯嗎 嗯 我覺得 機會很難 因為我們一整天 都沒有遇到 已經走了一大 一大 一整天了 你松果剩三顆對不對 那不然我們 最後一個機會 我們繼續往前走 走到把三顆丟完 就在那邊 吹口哨 吹十秒 快一個挑戰 那大家我們這個任務 可能會 臨時更換一下 我們剛剛走了多久 可能二幾三十有吧 好 我幫你計時 來吧 吹一手 妹妹背著養娃娃 好 來吧 好 吹完了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看松果 我們是松果 這邊 我們是走這欸 沒有吧 我們剛剛有穿過那個耶 走這啊 真的嗎 沒錯吧 不是啦 靠邊走那邊啦 我們 我們有靠過那個耶 有松果嗎 沒有耶 因為 我們剛剛 直直走 我們直直走是走那邊 走回來之後 走回來之後 那邊有一個 交叉的 交叉的路 然後我們才是 右轉 然後我們就要左轉過去 你記得那個木頭吧 你記得那個木頭吧 對阿 這裡阿 所以松果應該 可能你走一走 前面就會有 我沒有看到 還沒有在這個夜晚看到這個景色 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 這叫舒適啦 我們 我們還回得去嗎 我們 有沒有電話是不是可以報警 我們雖然走了二十幾分鐘 可是 我們十幾分鐘都是直行嘛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那個直走對的路 我們就可以走得回去 我們剛剛那邊在北邊嘛 那我們就照著這個手機的直北針 往回那個地方走 可能就找得到了 希望走得回去 漂亮啦 大家 我覺得 太感動了 天然突然覺得 人生 活著真的很美好 但我們回來剩下 兩個挑戰 一個是 宗教歌 然後一個是 跟路人打話 那我們先來做 宗教歌 好了 我去上廁所 弄一下 因為不太舒服 那你要 你要去哪裡的廁所 我去旁邊而已 好好好 小胖去上廁所 那我先繼續 跟大家講一下 日本的這個宗教呢 就是神道教 結果傳聞說 他們的宗教歌呢 播出來的話 會很容易 遭遭了 周遭的 靈體 那我現在就來播這個 東正教的 歌曲 對 那邊手間還在播 然後 周圍是 鳥無人煙啊 有一股看黑了 對 然後 趁現在拍一下周圍 我 我 覺得 很難想像 今天 應該是這種地方睡覺 而且這個氛圍 是 對 那 我們 可以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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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神道教科去播完了 我自己目前啊 是感覺 沒有特別的恐怖 不過週刀氛圍確實是非常的寧靜 青木園樹海就真的是 樹海 是沒有怎麼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 我就等小胖回來 就準備這個睡袋 就在這邊直接扎影吧 至於那個要等那個陸林者嘛 我覺得這個我們就只能看緣分了 如果有人進來就要 小胖 他去廁所應該是去那個方向 又衝 剛剛是你在叫嗎 嗯 怎麼了 剛剛不知道是怎樣 有看到不知道是我膝蓋就突然痛 好像被打一樣 你看這邊 你看整塊都是 好像被它是怎樣 有看到東西然後我就感覺好像被打一樣 你有撞到東西嗎 也沒有喔 我覺得是地方分開 真的 真的假的 嗯 你有傷到骨頭 可能有吧我不知道 我覺得要先測是不是 好吧那不然我們 我們先回去 看你的喪事有沒有怎麼樣 看怎樣再說 因為我剛看你走路腳已經一搏一搏了 嗯 所以大家我現在在那個車站 小胖呢 剛剛廁所回來找我的時候 他這時候不知道被什麼東西打到 他實在太不舒服了 富士山這裡找不到醫院 現在這個時間 然後他現在就必須得回東京去醫院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我們剛回來的時候 本來想說完蛋了 因為從那邊走回來這裡 要兩個多小時也叫不到檢車 結果我們路上直接攔變車 攔到一個很友好的日本人 載我們一程回來 其實認真很痛 可以跟我們形容一下 大概是被什麼東西撞到的那種痛度 那時候大力的丟你膝蓋的那種感覺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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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得去 我已經快到我們帳篷大眼的那個地方 我就就啪 是我有聽到一個啊 那是你 你的聲音 就有一個很大力的碰撞感 碰完之後有東西掉到地上嗎 太緊了 剛剛說你碰到很痛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你還有聽到那個 奇怪的聲音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形容一下嗎 是那種 就好像有人在那種 稀稀疏疏疏 是像這樣嗎 不是比那邊更細一點 距離多遠 可能到那個車站門口那邊 主要是我有感覺的時候 頭都很暈 這邊會偏一點 那跟我一樣 剛剛在講鬼故事的時候 我是頭的右邊 很緊 脖子 包括脖子也是 其實我以為其實有一個 剛剛有一個 印象蠻深刻的是 小胖 剛剛回來之後 他有告訴我說 剛剛在那邊 有一些不敢講的事情 很像台灣那種綁龍樹的那種紅繩子 但是再更短一點 綁在樹根的那個底部 最底部 有可能不是上吊 可能只是 像台灣有時候也是會在樹上綁布條 做個標記 但你剛剛告訴我那個 紅繩子那個時候 你不是說你很冷 很冷 結果我看完紅繩子 你那時候在睡覺 那時候真的是一股寒韻就是 雞皮疙瘩 你懂嗎 整個身體雞皮疙瘩 差不多 剛剛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所經歷的 還有你怕 怎麼了 就是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回去的時候 路上你在播那個歌 在播那個 後邊那個聲音很大 跟你的歌是保持一個平行 我好像沒有聽到耶 離你很近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很遠很遠很遠 然後傳來 有人在幫他合聲的概念就是 從你播完之前 我要走回去的路上 被打之前都還有WiFi 然後我走回去 WiFi就沒了 然後你播完過沒多久 4G回來 大概是這樣 那 有的部分頭緊緊的 然後覺得很緊張 我是沒有看到什麼 太恐怖的現象 現在我就先陪小胖去買票 然後等車吧 我們回來台灣了 那回來台灣以後呢 小胖他就告訴我說 他覺得他的身體 變得不太舒服 他遇到朋友的時候 朋友也會說他 看起來氣色很差 他自己在家裡 也會覺得 頭很ㄍㄧㄥ 那之後呢 他就去了廟裡面走一走 至少能夠求個心安嘛 至於我呢 從早上6點 待到凌晨3點 整整21個小時 在森林面的感覺呢 我認為 這裡遠離了喧囂 卻更靠近了潛艦大神 身處在內 會感覺到一股 格外的莊重 以及寧靜 我主觀的認為 如果我是一個想要親身的人 我確實不會想要在家裡面 我可能會真的想要走到 那座森林裡面 結束我人生的最後一里路 而青梅園樹海周遭的河口湖呢 也是必去的景點 很多人會去那裡吃日本的富托 騎腳踏車游湖 然後坐纜車 跳往富士山 然後跑溫泉 一座日本最高峰 正守在這座小鎮 山腳下 卻存在一片這樣子 有奇幻色彩的森林 三里線帶來的這種反差感 十分讓人家著迷了 最近我有經驗 有遇到一個看我影片的觀眾 他就帶我去基隆 走一走之後 我發現哇 基隆也是一樣 有奇幻色彩 跟高度文化底蘊的一個地方 鬼門開鬼門關都是在基隆舉行的 基隆也有大大小小的廟宇跟奇異色彩 團文 卻同時也有著得天圖後的深水港灣 很多的漁獲都會在棄堪地 這一次就是我們去自殺森林 住一天的結果啦 還蠻可惜的 我們中途是離開了那個地方 沒有待完最後的幾個小時 見證這個森林內的日出 但是呢 其實也非常的有趣啦 體驗到日本人的友善 因為三里線算是日本的一個 蠻鄉下的地方 半夜的時候 你要叫計程車 那是真的叫不到 所以我們從自殺森林半夜 小胖因為 跛腳嘛 我們也沒有辦法走 三個小時以上的路程這樣 徒步走回飯店 所以我們就出了森林 在馬路那邊揮著燈 然後不停的攔車 幸好後來攔一攔之後 有一個老先生 願意停下來 問我們要到哪 然後熱心的送我們過去 這一次去日本 又讓我體驗到 日本人非常友善的一個地方 真是對我來說 是很特別的驚豔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圖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們訂閱 跟他喜歡 一些大叔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掰